全抖手美好的画面进入下来 万圣节快到了 台中市政府跟台中市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 10月20号上午在台中市政府前广场 共同主办2019第四届台中城市扮成马拉松 这一次的马拉松活动 有超过一万名以上的民众参加 主办单位还安排了一场健身操跟啦啦队活动 将活力带到现场 也加入了万圣节的元素 安排市长卢秀燕穿上披风 称为南瓜小精灵 希望吸引更多的民众 前来台中市观光旅游跟消费 今天这个造型是为了呼应万圣节 所以你看我头上长出一个南瓜来 那另外身上还有披风 那你看看我们的这个不断产工会的这个理事长呢 打扮的是海盗造型 Halloween到了 那大家尽量搞怪 只要欢乐只要健康都好 所以大家欢迎大家常常来台中 因为我们今年会有很多的活动 包括年底有台湾灯会 这一次马拉松赛跑的路线 沿途经过台中歌剧院 文新森林公园 风乐雕塑公园 希望让民众用双脚感受台中的环境跟人文之美 让台中市成为最宜人宜居的城市 台中市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位工会 今天还准备了丰富精美的摩柴品 赠送给参加马拉松赛的选手 也在朝阳公园的补给站提供饮料水果 现场烤大猪跟香肠瀑布 让选手补充体力 感受嗅觉跟味觉的饗宴 一个城市的进步 必须要由产业 人民跟台中市政府一起来努力的 那透过这样大型的一个活动中 让所有的台中市市民 都能够体会到城市的进步 也能够知道台中市政府 为人民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台中市不动产工会 还捐赠台中市政府社会局 20万的公益慈善基金 也鼓励重复使用环保折叠杯 以实际行动做环保 爱地球 一起打造台中市 成为建立幸福 如梦踏实的快乐城市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